著名男演员在家中无故身亡 现场没有发现可疑的痕迹 但是他脖子上却躺着一条死去的银蜥蜴 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意外的线索 最近新闻爆出著著名男演员罗宾去世了 曾经红旗一时的明星就这样悄然离世 他被发现时脖子上还躺着一条死去的银色蜥蜴 警察赶到案发现场发现 桌子上散落了一滴的化妆品 桌子上还写下了罗宾写给妻子的诀别信 现场的情况呵护常理 也没有其他可疑的痕迹 他们将化妆品带回检查 发现一切都正常 那只死去的银蜥蜴也无毒 所以罗宾不是中毒而死 化妆品虽然是妻子的 可是罗宾早已和妻子分居多时 妻子又绝对的不在场证明 所以警官判定罗宾为禀雇 但是警官雷欧并不觉得案件那么简单 疑惑在他心头久久和散 于是他想起了那些无头案 最近几起案件都悬而未决 但雷欧却发现了一个共同点 他们都曾经是宠物店老板伯爵的客人 尽管怀疑伯爵 但是爱语没有证据 雷欧也不能确定 心里的念头促使雷欧来到了伯爵店里 伯爵得知的爱意 就讲出了罗宾生前的一些事 罗宾当初是个吃手可乐的男演员 曾经主演《王子一绝》和《明造一时》 但是也正因为他的这次出色演出 让他在之后的演艺生涯力 在没有作品能出其用 观众也开始纷纷进行了演艺上的讽刺 最要命的是 他的之后的日子 都没有能接到比这更好的戏 为此整日郁郁寡欢 为了打发时间 他会经常来到伯爵店里买一些小宠物 那打发时间 雷欧知道伯爵还有没说的 于是拿出了高级甜点 贿赂他 伯爵现状立马交代了事情的原味 原来罗宾经常会光顾这里 他很喜欢买一些蛇之类的冷血动物 因为他感觉这类东西给他异常的亲切 两个月前罗宾前来说 自己因为和妻子分居 所以想买个小动物陪自己 于是 伯爵就给他推荐了一个蛇怪的品种 一个蒙着眼睛 有着美女身材蛇尾巴的女蜥蜴精 伯爵介绍他叫美兜莎 罗宾见到如此美丽的蜥蜴 立马就心动了 他提出要看看蜥蜴的眼睛 伯爵就拒绝并解释 但凡被美兜莎看到的东西 都会立马实话死去 所以为了安全 希望罗宾不要违反规定 罗宾同意后就立马签署了协议 协议有三点 一 不要让别人看到美兜莎 二 要给他吃新鲜的水果 三 不能看美兜莎的眼睛 罗宾得知后 立马带着美兜莎回家了 相处于一段很浓家的日子后 他们都彼此爱上了对方 可是经纪人却突然打来电话 威胁罗宾再不出去接戏 就要被迫搬出去 他的小动物又会被没收 罗宾只能立马同意接戏 即使是保龙套的角色 他又会努力地发挥自己的特长 他又揽起了昂扬的斗志 只为了美兜莎 可到了片场 发现自己早已不胜当年 就连星期演员也可以轻而易举地抢走他的角色 这让他大受挫折 虽然经纪然安慰着他 可是 罗宾的心 已经死了 他对生活彻底失去了信心 回到家后 他哭着向美兜莎诉苦 这被 自己没有能力保护他 美兜莎都听在心里 以轻声安慰他 之后 他拿出了妻子化妆品 给美兜莎化了口红 和美兜莎取悲供应 之后解开了美兜莎眼前的纱布 他看到了美兜莎的龙帽 美兜莎虽然想阻止罗宾 但是为了爱的人 他还是 睁开了眼睛 只为看一眼爱人的母样 而被美兜莎看到罗宾 也微微一笑 然后 就倒地而亡了 美兜莎给了他世上最后的温柔 因为不能离开罗宾 只有美兜莎也捡起地上的情子 看了看自己 然后 倒在了罗宾的身上 最后 在罗宾的葬礼上 所有人都为他离开而惋惜 而不在所有人的心里 并且像王子一般存在的人 能救 那么光辉灿烂一样 故事 结束 拼命 恐怖宠物店之 绝望 伯爵开的宠物店 可以满足你任何愿望 但是 他总会在满足他的愿望之前 提出一些要求 就例如故事中的美兜莎眼睛 不能看 需要吃 净鲜水果 但可惜的是 从这店里总出去的人 似乎 都无法遵循这个要求 每一个篇幅 都是一个寓意的讽刺 故事并不测重于伯爵 会不会被逮捕 而是 养宠物人的信心 就如了一些怪箱一样 有人活着的时候 没能理会 甚至有人还不忘踩上一脚 可是当他离开后 所有人才想起他 全世界 也都变得关注他 可是这样的关注 要来何用呢 他是真的需要吗 如果可以 或许他更想活着的时候 少受一些非议 多过一天 被爱的人资吧 不是有很多明星 因为网络上的语言暴力 而郁郁寡欢 得了抑郁症 想不开而自杀的吗 语言的力量大得可怕 希望每个人 都能为自己的言行负责 说出的话 要考虑是否 给人带来了困扰 或许有人会说 哎呀 你拿着高爆车的薪水 被我们骂几句 为何妨啊 况且 我们讲的都是实话 没演技 还装逼 你就不能强大一下 自己的内心吗 其所不欲 务失于人 你要求别人强大的同时 何不约束一下自己 敲键盘的手指 我是少年 一个迷人又可爱的 97年男孩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能不能给我视频点赞 评论一下呢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